红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陌生 它不仅营养丰富 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健康功效 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季 吃一些红豆 可以帮助我们排除体内的湿气 健脾养胃 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 去年冬天 我常常感到身体沉重 精神违靡 去看中医 老中医告诉我 这是体内湿气过重引起的 他建议我在冬天多吃一些红豆 因为红豆有很好的趋势效果 于是我开始每天用红豆煮粥 没想到效果真的很好 红豆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 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维生素和矿物质 红豆具有清热解毒 利尿消肿 健脾养胃等功效 在冬天天气寒冷 人们容易摄入过多的高热量食物 导致体内湿气过重 而红豆具有很好的趋势效果 可以帮助我们排出体内的湿气 红豆中还含有丰富的铁质 对于女性来说 可以起到补屑的作用 下面就给大家分享 红豆搭配不同的食材 都能做出美味的食谱 还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看看怎么做的吧 1.红豆搭配山药 山药具有健脾异味 助消化等功效 红豆可以利尿排湿 清热解毒 红枣则可以补气养血 安神助眠 这道红豆山药粥 可以综合调理脾胃功能 排除体内湿气 增强免疫力 推荐食谱 红豆山药膏 准备食材 红豆 山药 白糖 制作步骤 1.将红豆提前浸泡 使其膨胀 将山药去皮 切成薄片 然后上锅蒸 水开后蒸15分钟 直至山药变软 2.将泡好的红豆倒入锅中 加入一勺糖 再加入1.5倍的清水 小火煮40分钟 直至红豆煮至软烂 3.将红豆倒入山药泥中 用勺子搅拌均匀 大火收汁 使红豆和山药泥混合 4.使用月饼模具 将山药红豆泥放入模具中 压平压紧时 在案板上整整形 拖母后再拖一个 2.红豆搭配1米 1米具有沥水排湿 健脾止蟹等功效 红豆可以清热解毒 活血消肿 这道红豆1米糊 可以促进体内湿气排出 改善脾胃功能 美容养颜 推荐食谱 红豆1米粥 准备食材 红豆 1米 茯苓 冰糖 制作步骤 1.清洗干净1米和赤小豆 炒至1米和赤小豆 炒至表皮水分炒干 微微变色 加入芡石和茯苓 将芡石和茯苓加入锅中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2.开大火将水烧开 水开后转小火煮40分钟 3.关火后盖上盖子 焖半个小时后即可食用 3.红豆搭配糯米 糯米粉具有补中益气 健脾养胃等功效 红豆可以清热解毒 利尿排湿 这道红豆糯米丸子可以增强脾胃功能 排除体内湿气 改善气色 推草食谱 红豆糯米磁巴 准备食材 红豆 糯米 玉米油 椰蓉 制作步骤 一 在容器中倒入牛奶白糖 糯米粉和玉米淀粉 搅拌均匀 再倒入玉米油 继续搅拌均匀 直到细腻无颗粒状态 二 将面糊倒入大盘中 水烧开 下锅蒸15分钟 三 蒸熟后出锅 揉搓成光滑的面团 取一个面团 用大鱼机按开 取一个豆沙球 用虎口收口 左手按压线 右手边收边转圈圈 收好口后再团圆 四 将糯米磁团圆后 放到叶蓉里滚一下 即可食用 总结 看完记得给我点个赞 点个再看 如果觉得有用 可以转发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观看 感谢大家的支持 祝大家身体健康